韩国KBS演艺大赏在24日晚间登场 由李辉才、柳希烈、惠丽担任颁奖典礼主持人 金中国和车太贤这对好兄弟则受邀担任颁奖人 没想到车太贤在台上直接抱好友料 好像已经有女友了吧 是想要玩的什么时候 让金中国慌张的直流冷汗 金中国和车太贤是韩国演艺圈出了名的好友 同期出道,认识超过20年 双方都知道彼此许多秘密 24日两人受邀担任KBS演艺大赏颁奖人 金中国在台上问结婚十年的兄弟 我也想结婚,但我很好奇 都说结婚就会被约束住 要怎样才能在婚后还能出去玩呢 对方秒答,你就先结吧 我会尽我所能让你有自由时间 你就相信我,然后跟我一样结了吧 没想到车太贤加码爆料 你也应该要结了吧 最近好像有正在交往的人啊 一番话让台下一阵惊呼 他还继续补枪说 是想要玩到什么时候 现在明明好像有女友了呀 让金中国吓得推了他一下 惊讶地问,你是不是疯了 虽然金中国随后赶忙对着麦克风澄清 真的没有 但毕竟是被20年以上的兄弟爆料 不过金中国有女朋友的消息传出 粉丝多是表示祝福 也有许多人表示 这个年纪了,没有女友才奇怪 好久不错 好久不错 小言之后